聯合國大會十號起開議 而美國副國務卿坎貝爾出席聯邦眾議院 外交委員會的印太區域強權競爭聽證會時 首度公開表示 中國以二七五八號決議為工具 損及臺灣地位 這是美國行政部門 對聯大第二七五八號決議的最新表態 聯合國大會十號起開議 而日前荷蘭國會通過動議 拒絕中國扭曲聯大第二七五八號決議 壓縮臺灣的國際參與後 荷蘭主要媒體電訊報 刊出我外交部長林家龍投書 呼籲荷蘭各界關注中共對臺海威脅 支持臺灣參與聯合國 美國副國務卿坎貝爾也首度公開表示 中國以二七五八號決議為工具 損及臺灣地位 坎貝爾的發言成為美國行政部門對聯大第二七五八號決議的最新表態 他也指出中國已構成美國史上最大挑戰 且更甚冷戰時期 喊話歐洲對北京當局採取更強硬立場 而民將立委也發起二七五八號決議不設臺灣主權提案 呼籲朝野共同聯數支持 並在黨團協商提出臨時動議 但未獲立法院長韓國瑜及藍白黨團處理 國民黨都為新科立委 則打算提出中華民國自實反對二七五八號決議提案 重申不承認不接受二七五八號決議的立場 解譯是謝啟文 中建綱 台報道